因为这个新冠肺炎的关系啊 我相信很多人都不敢承搭这个公共交通工具 例如巴士啊 MRT或者是LRT去上班 因为这种情况下你必须人及人 所以呢你可能在考虑买一台车去上班 可是买车的话你又不想负担太大对不对 没有关系 今天我们会和大家推荐 几款每个月公骑只需要500块以下的汽车 而这个计算的方法呢 是以18天投机利息3.5 以及攻击9年计算出来的 如果你最近想买新车的话 那么今天的影片你千万不要错过咯 如果你的要求只是上班下班 省油好parking 同时你对这个动力没有太大要求的话 我个人觉得Produa Asia G-Extra 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 因为G-Extra目前的售价是34,990令吉 这个售价不包括保险 换算下来的话呢 这个每个月的公骑只需要383块而已 相信很多人都可以负担这个公骑 为什么我会推荐这个 G-Extra 车型呢? 首先就是它的配备还算是齐全 首先呢像是这个电子收着的 左右后视镜啊 USB 唱几等等 都是它的标准配备 另外在安全上面呢 虽然它只有两个气囊 但是它配备了VSC哦 它应该是马来西亚市场 最便宜拥有这个电子防滑系统的车款 所以在安全上面呢 可以给你一定的保证 另外呢这款车的轮圈是14寸 如果未来你需要更换这个轮胎的话 这个轮胎的价格大概是 一条100块到130块之间 另外呢 你的这个brakepad也不会太贵 同样的也是在100块到130块之间 而且这个brakepad大概是 3万4万公里才需要更换一次 算起来还是相当经济的 加上这个供期不高啊 它绝对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代付工具 如果你要找的是一台平常三板用 然后周末可以当家庭车使用的 那么 Proton Saga 1.3 Standard Auto 应该就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以我们上面的这个formula来计算的话 这一个Proton Saga 1.3 Standard Auto呢 它每个月的供期只需要 392.31 而它的车价是 35800令吉 不到400块呢 你可以供到一台这个Sedan 其实已经相当不错了 在之前呢我们也做过了这个 Saga的仰车成本计算影片 如果大家想看这个影片的话 请记得点击上面的小白点 就可以看到那个影片啦 不过要提醒各位的是啊 Proton Saga的引擎使用的是Diaming Belt 所以这个更换Diaming Belt的费用 你也必须赚下去 安全配备方面呢 是这个Proton Saga 1.3 Standard Auto 比较弱势的地方 因为它只有双气囊 ABS EBD 并没有电子防滑跟循机系统 这一点也是它和Asia比起来 比较弱势的地方 另外呢根据车友交流群的车租反馈呢 这个Proton Saga 1.3也会遇到一些小问题 例如说这个引擎拍档杆的灯不会亮啊 或者是这个Dashboard有扎音 再不然就是引擎难启动 所以这一点也是你必须考虑的地方 所以你要买这台车的话 你先做好行李准备 是比较重要的 不过呢有得有失啦 所以 就看大家去怎么选择啦 如果今天你的工作是跑销 你必须时常在高速公路上面行驶 那么还是有一款车可以推荐给你的 这款车就是Proton Iris 1.3 Standard CVT 它的每个月工期不到500块 只需要435块 而它的车价是39700令吉 其实还是相当不错的车子 只是呢 它在高速公路行驶的时候呢 它的稳定性很好 油耗也不错 但是当你切换到这个市区行驶 它的油耗就会偏高了 根据不少车油的反馈 这个市区驾驶的 Proton Iris 1.3 CVT 油耗表现大多是在 9-10公升 100公里左右 在配备方面呢 这个Proton Iris 1.3 Standard CVT 会比Proton Saka 1.3 还要好不错哦 首先呢就是它拥有这个 ESC 还有斜坡起步辅助功能 至于这个气囊当然只有两个啦 这个价钱我们没有办法嫌弃的 最重要的是它拥有这个热压成型钢的车身哦 所以安全表现方面是有一定程度的 水准 只是呢如果你真的是跑销的朋友 有一点也相当要注意哦 就是这款车的已经是使用Diaming Belt 而且这个Diaming Belt每6万到8万公里就必须更换 所以呢你要考虑这款车 你记得要不要把这个Diaming Belt的这个更换费用计算下去 今天我们要说的最后一款车就是 Myvi 1.3G AUTO 如果你很喜欢Asia的这个好parking跟省油 但是对它的空间表现不满意的话 这个Myvi 1.3G AUTO 就是最好的代替者 虽然说它的售价大概贵了 11000块左右 但是它给到的配备也是相当丰富 目前呢这个Myvi 1.3G AUTO它的售价是 44,590 每个月的工期为489块 虽然是我们今天介绍的车款里面最贵的 但是它的配备同样也是最丰富的 首先呢我们就想说这个Myvi的这个 吸引人的点在哪里 全车系标配LED头灯珠 所以我相信这个配备呢对不少的年轻人都是非常有吸引力的 重点是你要找到6万块以下 标配LED头灯珠的车款 其实很难 另外这款车其实也是PRODUOR的车啦 也就是VEZA 再来呢就是它的安全配备其实也相当的丰富 首先呢全车系最低配的有4个气囊 顶级版6气囊 因为今天我们介绍的车款是最便宜的那个 所以它的气囊数为4个 但是它有VSE 在这个安全配备上面 诚意是相当足够了 最重要的是呢这个Myvi引以为傲的二手价 这款车可能你开了5年过后 你的能力比较好了 你想换一台比较好的车 那么你去TRADE IN这款车之后 可能你TRADE IN了之后还了银行的贷款 你还有钱当作你下一台车的投期钱 这个就是Myvi的魅力所在 今天我们所介绍的4款车 基本上都是国产车型 它们虽然说不上完美啊 但是要满足你的一般日常用途 我相信没有太大的问题 重点是它的每个月供需都低于500块 相信对于很多社会新鲜人或者是不想对这个汽车有太多负担的人 这些车款都是最佳的选择 但是呢在这里我们还是要提醒各位 买车不只是公车而已 你也要计算你每个月的油钱啊 拖钱啊 保险啊 还有这个 维修的费用 这些都是你必须考虑到的 而且这些都是隐藏费用哦 所以买车你真的要注意你的budget到底有多少 如果你的budget足够 最近又想买新车的话 那么这些车款 你就必须去考虑啦 因为它们真的还蛮划算的 最后要说的是我们以上的这个3.5%利息呢 只是估计而已 不同的银行会有不同的算法 其实这些都是看这个销售员的功率啦 通常销售员都会把你的Document 我们Sumit到几家不同的银行 帮你获得最低的利息 如果你的利息更低 你每个要工的车期也会更低哦 以上呢就是我们这一期影片的全部内容 你是不是觉得这一次的影片对你很有帮助呢 不管是不是都欢迎你在影片的下方留言和我们交流 因为你的每一个留言我们都会去看 我们也会reply 所以赶赶来和我们交流哦 我是Ivan 如果喜欢影片 记得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 我们下一期的节目再见 拜拜